武汉肺炎确诊不断增加 西岸华盛顿州最严重 六名死者都在华盛顿州 其中五死集中在金郡一间療养机构 研究人员分析病原体基因样本 初步判断病毒可能已传播了好几个星期 金郡政府甚至传出准备买下一间旅馆来隔离病患 现在美西中部和美东 全美至少12个州已经出现确诊 防疫官员不讳言恐怕已经达到大流行阶段 连大苹果纽约也难以倖免 纽约州长古墨要见多试广的纽约客别紧张 但面对疫情人心总会恐慌 各地好市多卖场有限抢购人潮 推车到后车厢都是塞满满 纽约身为国际大都会 游客华人和商务人士都多 出现确诊之后当地民众难免恐慌 在美国的华人圈这里除了抢着买口罩 另外还抢着买枪 他们认为在美国的疫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到时候搞不好会发生暴动 所以现在先把枪买好 到时候就可以保护自己 继加州的旧金山士和菊郡 以及出现六名死亡病例的华盛顿州之后 佛罗里达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虽然美国疫情升温 但被川普指派为防疫总指挥的副总统潘斯 则带来好消息 面对疫情蔓延 与其恐慌 落实卫生和健康管理更重要 多谢我们是伯克雅涵 综合报道